OK 讓我們再進階一點點喔 剛剛我們這樣全場坐下來 我最吃驚的是真莉 妳一把年紀了 還跟年輕人一樣 保養保養就很重要 我看到我的朋友 他跟我年紀都差不多 他就說你不可以這樣 人生一定要把你的自己照顧好 對兒女才是最好的禮物 40歲以後 我覺得大家都要 好好的照顧自己的身體健康 所以用這個白晶蛋白 好好的照顧自己 我自己吃了一陣子之後 我就發現 整個狀態也變好 體力 記憶力 還有肌力都好很多 因為它有超過30項的專利 很多人體力不好 就是要喝雞精 如果說記憶力退化要吃魚油 什麼骨骼不好吃 幹 我要哩哩哩哩一堆 又瓶瓶罐罐 妳有時候吃了這個 忘了那個 就這樣 太麻煩了 這個 喝起來有淡淡的奶香味 妳自己也可以加像牛奶 豆漿 就很好入口 而且有的時候也可以放一些什麼 那個杏仁粉 對 芝麻粉 杏仁粉 最好的就是用豆漿 無糖豆漿 那我有 大豆嘛 我又有乳清蛋白 而且它裡面有一個 有兩個很重要的成分 是一般的蛋白質沒有的 叫做 就是這兩個 然後它是從乳清裡面 這樣萃取出來的 所以是很重要的蛋白質 可以調節保護 油液體系 增強你的劑 其實像這個白晶蛋白 它現在很貼心 這個金色的 它是因為有添加那個軟骨素 所以昏食者是可以食用的 然後另外像這個 粉紅色的 它是因為添加大豆異黃銅 所以奶素者是可以食用 最重要它裡面 添加紅棗蓋 你知道嗎 你知道它那個紅棗蓋 你猜猜看它是幾杯牛奶 能幾杯 一兩杯就了不起了吧 錯喔 它等於有三杯 因為它裡面就是 有那個好吸收的紅棗蓋 你知道嗎 因為喝它 你就是讓它自己 有那個肌力 有那個體力 你才能好好的 陪你的小孩去玩 你先把自己的底子打好 後半輩子你這樣子 不是就很好嗎 人家居然不是常常 你們看到有時候很瘦很瘦 都剩皮包裹 因為它沒有肌肉 肌耐力 它的肌肉整個都流失 也不知道去哪裡 所以你補充優質的蛋白 就是在讓你年紀 越來越大的時候 肌力足夠 你才能自主的有行動力